下午的最新报导要来看到台南市有一家整形外科诊所成立十周年 诊所特别回馈社会提供了颅檐整形术后修补的手术 能够修补除八而且呢总共有十个名额 也希望能够帮助台南市社会局辅助低收入户或者是特殊家庭 另外再提供雷射刺青的除八手术给台南更生保护会的台南分会 针对功能的优先解决 第二就是针对外观的 细心询问患者状况提供专业意见 他就是这一次公益整形活动发起人整形诊所院长王子杰 因为诊所成立迈入第十年为了回馈社会 他免费提供了十名颅檐整形术后修补 以及烧烫伤直皮后雷射淡化出八手术名额 有没有期待说将来会有个全新的面貌 如果可以是最好的 而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将提供给台南市社会局辅助的低收入户 以及特殊家庭 另外王子杰也号召了在地好朋友 再捐十个五千发以上的雷射刺青除八手术 给台湾更生人保护会台南分会 这市值约一百万 我觉得我们愿意帮这些青少年去把他做 把刺青去把他去除 可能要好几次的资料 我们愿意提供这些 真心真所十年有成扩大营业 用公益行动回馈在地民众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